祖母,二叔一共买了四个猪蹄子,我爹和我娘早上吃了一个,中午给您和祖父拿了一个半,晚上给我爹我娘就留了半个,剩下的那一个都拿来了。 大骨头中午我是挑了一遍的,把有肉的都给祖母挑来了,剩下的没有肉的就炖汤了。 不信你们问四婶,我中午拿来的是不是都是肉?晚上我把剩的都拿来,一点没剩,这时候大家看马尸的眼神都不对了。 因为要是玄妙儿骗人的话,现在王氏早就出来帮着马尸说话了。 现在王氏的沉默,这就说明玄妙儿说的都是真的。 那就证明,马尸中午在家和玄宝珠吃了一个半猪蹄,还有一碗骨头肉,而他们下地干活的,还有家里的男孩一口肉都没有吃到。 玄老爷子这次愤怒了,这次关系到他的地位了,他媳妇背着他吃肉,还不听他的,这事可就大了。 玄老爷子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摔。 你这个馋老婆子,一家的男人在外面辛辛苦苦地干活,你倒好自己吃肉,给我们喝汤,你怎么当长辈的? 马尸现在心里骂了玄妙儿一百遍,可是这事儿确实是自己不对,他以为中午给自己送那些,那剩下的不是更多了,谁能真的把好的都给别人了? 妙丫头,你给你爹娘每天的补,就这么补的,我给你那五百文呢。 祖母,我爹之后换药也是要钱的,五百文我不掰着花怎么够呀,不得买几个鸡蛋,买点小米吗? 还得给我弟弟买两块新布吧,我要不是每天这么省着花,我爹我娘这身子,那就更补不回来了。 说着玄妙儿委屈地捂着脸,硬生生地挤出两滴眼泪。 玄老爷子现在心烦,累了一天了,肉也没有吃到,地位还受到了威胁。 都吃饭,这世子没法过了,一个个不省心。 这顿饭吃得很不轻松,吃了饭,玄妙儿和哥哥弟弟赶紧溜出去,免得谁发火殃及了他们。 回到西厢房,三人进了厨房关了门就开始笑,想着晚上他们对着一盆光溜溜的骨头就想笑。 玄文江知道三个小的晚上闹了这一出,笑着出来。 哈哈哈哈,你们几个,是不是你把你祖母脸上的白灰都齐掉了? 他们两个不知道,玄妙儿这还没有算完呢。 明天等着好戏吧,到时候让马世脸上来不及刮大白,就让他哭都找不着呗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